2月27日,师生一年的肖战在微博上发布了每千次文章,追忆了上年闹得议论纷纷的二二七事情,给自己超级偶像试音的不正确,向群众致歉,简易科普一下二二七事情。 上年一家同人网站AO3上发布了一篇肖战和王一博的同人小说下坠,原文中将肖战叙述,变成性别智障人士。 小说集发布后,肖战的粉丝马上检举了这个网址,造成网站被劫持,一大批同人小说创作者失去精神世界。 肖战粉猖獗的心态遭受了互联网缠身,同人小说界协同十八路诸侯进行了遏制肖战的健身运动,这就是二二七事情。 肖战的心态高,本思一直不弃不离,实际上,上年沉静期,他就为再出积极主动做准备,起先唱了革命歌曲,接着发布的最新单曲《肖瘦量过亿》。 然后,腾讯官方上线,他出演的《狼殿下溪溜溜水》,仍在演员请就威二的决赛中,得到了合唱的机遇。 到2020年,他出演的《斗罗大陆》,顺利登陆中央电视台,这意味着肖战早已成功上岸。 照理说,二二七事情早已翻篇了,但是肖战却哪壶不动提哪壶,货别一年,不但就是重提,还飘飘洒洒写了好几千字。